中天新聞換照失敗 控出五二台頻道 新聞區塊中的黃金地段 兵家必爭 華視數位新聞台義軍突起 但真要奪得這塊大餅 沒那麼簡單 先任華視董事政大教授鄭自龍 投書媒體 以華視不移 繳入競竹五二頻道的遊戲為標題 認為從經營角度思考 華視連年虧損 也無力擴增新聞部人手 在2018年董事會時 禁止給付廣告代理商佣金 廣告收入將和日下 至於系統台的授權費 因為華視新聞台使用無線頻譜 所以也收不到 這是現實的無奈 我們還要玩大嗎 我是華視新聞自律委員 如果能夠讓華視入竹 這個頻道 我也樂觀其成 不過就現實面考量 因為需要上架費 那目前華視的財務狀況 並不好 能不能負擔 這個我要打個問號 若要打進有線頻譜 華視就要負擔 每年兩億的上架費 但看看華視收支表 連年負債 2019年虧損高達3.2億元 難道要拿一年9億的公廣經費 來支付上架費嗎 因為華視目前 雖然是同樣是公廣集團的成員 那公市經費是國家支付的 華視是支付盈虧 所以相信之下 華視很辛苦 那是公廣集團的 不是華視的 華視的阻礙不只在經費 還有低迷的上架率 一家人士表示華視只在十多家系統台播出 普及率僅約兩成 若要把剩下的八成補滿 為了測試市場反應 系統業者會先放在100台之後的區位 再往前移動 程序恐怕要半年 陳耀祥不顧獨立機關形象 公然推薦華視新聞台 華視也表示會爭取機會 情詩其露 天下共足之 但有沒有辦法稱其五二頻道 恐怕要摸摸口袋夠不夠深 記者謝文祥 李怡婷 台北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